郭艾伦基本确定续约 有望达成两个细节 辽兰做出妥协 大家欢迎到本期的决定区 球迷都知道 9月19日郭艾伦就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从网上爆出的消息 以及舆论的态势来看 郭艾伦基本是确定要续约辽兰 那么对于郭艾伦来说 他该做出什么样的细节呢 特别是和辽宁的合同问题 目前来看 郭艾伦至少是有两个细节问题 李奥运的必须要满足 首先第一个细节就是 郭艾伦是想要一份三到五年的大合同 而当时五年是最好的 而李奥运只想给郭艾伦一份两年的合同 这很显然对于郭艾伦来说 不能够保障职业生产的默契稳定性 相比一下韩德军和赵吉伟来说 基本上都是两年的合同 而这次郭艾伦可能会签约三年的合同 其次第二方面就是战术地位方面 必须承诺给郭艾伦首发的位置 以及一定的上场时间 特别是战术的安排和营用 仍然是要以郭艾伦为核心 上个赛季郭艾伦基本没有球权 平分给了赵巨伦和张智林 所以梁艾伦为了留住郭艾伦 必须是要做出妥协的 而刘宝杰确实是一个山东媒体人 一直以关注山东南南为主 不过在郭艾伦的事情上 刘宝杰算是掌握到了流量的密码 最近一段时间里各种蹭 让他收以破风 作为山东媒体人 刘宝杰暗说以山东南南消息为主 但是他还是被龚小斌公开怒嘴过 不值一提 给双鞋就能写篇稿 让人不得为刘宝杰的操守产生疑问 就是这么一对冤家 在9月18日上午8点37分 刘宝杰晒出了一张图片 他截取的是郭艾伦的微博截图 但是刘宝杰却看不到 郭艾伦发布的任何消息 刘宝杰写道 没格局拉黑我 少了一个粉丝多可惜 这下好了 郭艾伦拉黑刘宝杰 这下算是刘宝杰给抓住了 直接公开回怼 这也是没水了 不知道接下来 郭艾伦会不会发声 给他怼回去呢 按照CB官方此前的说法 国家队球队 最晚9月17日 就要完成相应的注册工作 在9月17日 广东南国手洪鲜就顺利地 完成了注册 而对于郭艾伦来说 依旧没有动静 和他一样没有动静的 还有张志玲 或许考虑是周末 两人都无法完成注册 那么大家怎么看问题呢 希望大家点击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也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